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粤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羹人 作者卖爆小狼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1218集 另有奇人 待妖女离开 她见情郎思虑慎重的模样柔声说道 怎么了 许清安搂着夜姬紧致的小妖 却没有心情感受她美好的娇躯 脸色凝重的说 你可能不知道 佛陀早就被如圣封印了 什么 夜姬脸色一致 瞳孔微微放大 许清安能听见她心脏在这一刻骤然加快 如圣为什么要封印佛陀 如果佛陀已经被如圣封印 那么当年出手的是谁 夜姬心里一寒 莫名的冷意从脊背升起 让她打了个哆嗦 那就不能是如圣后来封印的吗 努力适应靠阵的白姬 闻言后插了一嘴 虽然她还只是幼崽 但是智商好歹过关了 能听出这个密心中蕴含的恐怖 夜姬微微摇头 如圣的圣明只有八十二 已经过去一千多年 而佛妖之战是五百年前 许郎 这方面你擅长 你怎么看 情郎在身边 让她觉得有了靠山 下意识地求助 许清安分析 我有三个猜测 但是都存在悖论 缺乏足够的线索 顿了顿 见夜姬一双明眸 柔柔凝视 她缓缓说道 要么是佛陀已经挣脱封印 要么当年出手的另有其人 要么是神书一手 主导了万妖国的毁灭 佛陀和巫神是一起被封印的 巫神近来才渐渐挣脱封印 同为超频 佛陀应该不可能在五百年前 就挣脱了封印吧 如果是另有其人的话 那就有点细思极恐了 但是这个可能性不大 因为现在十万大山被纳入西域版图 成了佛门的底盘 气韵加护于佛门 如果当年出手的是某位存在 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总不是单纯的给佛门做嫁衣吧 至于神书主导的万妖国毁灭 如果这样 那神书又是被谁分尸的 佛陀都被封印了 还有哪位存在 能分尸半部武神呢 夜姬点点头 忧心忡忡 娘娘知道佛陀 被儒圣封印这件事吗 许清安沉吟 不好说 你们娘娘深不可测 我对她并不了解 但儒圣封印佛陀之事 九州支者寥寥无几 若非儒家扛把子告诉我 我也不知道还有这样的内幕 五百年前的甲子荡腰战役 迷雾重重 隐藏着更深层次的秘密 白姬 联络一些你们娘娘 白姬懒洋洋的不愿意动弹 稚嫩童音说道 夜姬姐姐也能联络娘娘 你让她去干活吗 一个家庭里 活当然是年纪大的做 她作为最小的妹妹 就要负责可爱就好了 姐姐们就会挖小宝贝的 叫着对她爱不释手 各种投食 福湘也能联络九位活 许清安眉头一挑 审视着老乡号 昭阳升起 苗友方盘坐在山谷 面对熊熊篝火 嘴里咬着草根 红鹰手里烤着两只大鸟 她去接苗友方时 顺手捕猎来的 太客气了 太客气了 苗友方享受着贵宾级的待遇 有些不好意思 应该的应该的 苗兄是许英罗的弟子 那也是贵客 招待贵宾 让贵宾吃好喝好 是我方责无庞贷的义务啊 红鹰一点都没有 私品高手的风反 像是一个擅长应酬的 官场老油条 说话间 她见苗友方目光不停审视 动哭口的两名女妖 当即招招手 你俩过来 两名女妖犹豫了一下 脉步过来 红鹰不法有何吩咐 红鹰一脸责拐 鱼目脑袋 当然是招待我们的贵客用膳了 苗兄随着许英罗南征北战 是人族中的大人物 你们一定要好好招待 要是有不周之处 看我怎么罚你们 这只鸟腰竟然这么会来事 苗友方顿时有些飘了 白白手 过奖了 过奖了 也就是随着许英罗 杀过几个金刚而已 我主要打打下手 是许英罗才强大了 红鹰眼睛一亮 苗兄啊 这可要和我们好好说说 原本不太乐意的两个妖女 也快速的坐下来 一左一右 伺候苗友方 同样的清晨 许玲音背上行囊 跟着二哥和老师 沿着战船伸出来的木板 走上了甲板 三艘战船同搭载士族将领 共三千人 大奉的军事制度是未所制 未所制脱胎于前朝大洲的辅兵制 未所制的优点在于 极大的减轻了国家的军费开支 且保证兵力分散在各州 既能迅速聚拢人马 平息叛乱 又能遏制某位将领 首长兵权 拥兵自重的情况 所以朝廷本次调兵遣将 京城地界的军队 只派三千人 其余兵员从其他州抽调 沈玲在码头扯着嗓子大喊 遇到麻烦要 要 本来想说要多听师父的话 陡然想起师父未必比徒弟靠谱 徐二叔忙说道 要想办法联系大哥 徐灵音背着比他还要大的行囊 用力的点头 周边的士族 码头的行人纷纷恶然看来 战船里混进去一个小屁孩 本身就惹人注目 一听去打战 徐二叔大惊怒道 你打什么战呢 你这趟是随师父回乡 莫要乱说话 小豆丁一直以为自己是去打战的 一道道质疑的目光 远远的审视着徐灵音 蒙着面纱的徐灵月高声说道 灵音身为许盈罗的妹妹 你不要辜负大家的期望 傻时间 质疑和不满的目光 变成了热情和友善 一番纠缠后 师徒俩被徐二郎领回了船舱 时辰一道 战船扬帆远航 许新年把右妹和丽娜 安排在隔壁的房间 好好在房间里待着 莫要乱跑 不要惹事 丽娜 别人给的东西不要吃 不要接受军官的善意 虽然丽娜是四品高手 但贪吃和天真的性格 面对一些下三滥的手段 肯定无法抵御 丽娜用力的点头 她其实不怕毒 作为一个在南疆长大的姑娘 即使不是毒蛊部的人 但贱毒和毒抗力 仍然出类拔萃 再说 能迷晕或毒死四品的毒药 过于珍贵 不是一般人能拿出来的 丽娜觉得徐二郎 是个没什么见识的一介书生 没必要跟她解释这些 安置好两个女眷后 徐二郎回书房研读兵书 分析青州战局 另一边 丽娜扭头就带徐凌音出门溜达 一路来到甲板 迎着寒风 师徒俩眼里冒出小星星 这是他们人生中第一次扬帆远航 姑娘 是徐阴罗什么人啊 身后传来问话声 丽娜回头 看见一个披甲方脸的中年人 矮小粗壮 目光灼灼的盯着丽娜和徐凌音 李苏水 丽娜一口不标准的中原官话 进军营 步兵百夫掌陈霄 中年军官抱权 下使 曾随徐阴罗北上调查血图三千里案 刚才听闻这位小姑娘是徐阴罗的妹妹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 结束 声